熱騰騰姜母鴨冒出陣陣火焰 冬天進步 很多人就愛來一鍋 台南卻有民眾外帶姜母鴨 回家看到這一幕 怎麼整鍋撈啊撈都是鴨屁股 數一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 居然一共有七塊 忍不住PO文抱怨 冬天吃姜母鴨要勝選 竟然出現七塊鴨屁股 難道整鍋都是屁股嗎 外帶回家超傻眼 莫名其妙 怎麼會全部都是雞屁股 一鍋姜母鴨七塊鴨屁股 讓網友笑翻 說這比重樂透還開心 一隻鴨有七個屁股啊 是裝錯了嗎 真是太沒有職業道德了 鴨屁股也拿出來 難道是擠滿八個再送一個嗎 實際到這家姜母鴨 店家說都是誤會 我沒有擠是屁股在賣 送不賣 我擠就是人家用的要擠 業者也很抱歉說鴨屁股沒再賣 通常會另外包起來送給客人或拿去餵狗 當天放錯放到客人的袋子裡才會搞出烏龍 畢竟鴨屁股不是人人都敢吃 想來一鍋美味姜母鴨 卻通通撈到鴨屁股 心情恐怕真的很差 記得賴冠莊 陳先生台南採訪報導 竹地總處日前公布國人2020年 每戶財富資產平均高達1263萬元 較2019年增加5.1% 聽到這個數字民眾只搖頭 因為和實際生活有很大落差 甚至購買力評價 台灣竟然高達76萬美元 相當於台幣2521.68萬元 排名世界第三大勝美日韓 但專家指出每戶財戶 是指每個家庭的存款股票 加上不動產總額 所以當房價大漲時 實質購買力就會被嚴重高估 另外寧關將近不少人都很關心年終獎金 根據人類銀行調查 今年有95.9%的公司 願意發放年終獎金 平均發1.33個月 創9年來新高 其中金融業最高有2.07個月 半導體1.78個月 營建業1.68個月 最低是住宿餐飲有0.85個月 已比去年增加0.35個月 顯示疫情趨緩 餐飲業已經逐步走出疫情陰霾 記者 陳時鏈 陳嘉倫 台比 採訪不到 空拍鏡頭揭開屏東秘境 哈游吸溫泉 山壁野心美景 鬼斧神宮 海游吸溫泉藏身在屏東霧台鄉 被譽為雲爆之湯 硫磺沖刷 將岩壁刷出紅黑黃白 七彩斑駁超壯觀 只開放1到4月 而且需要提前一個月申請 一個人1900元 翻山越嶺才能抵達的溫泉秘境 台東利松溫泉 溫泉型瀑布全台最美 被稱為上帝踏過的足跡 來這邊泡湯 絕對不能錯過這個角度 你會看到這樣 都在你的眼前 360度零死角美景 視覺一大享受 因為有碳酸鈣結晶 加上藻類附濁 就像巨型綠色琉璃 美不生收 淡藍色的溫泉吸水清澈能見底 花蓮這一座 摩里沙卡洞穴溫泉超級隱密 在岩壁上 是半人工搭乘的洞穴湯池 程度大概是40到20度左右 那在秋冬來跑是非常舒服的 摩里沙卡洞穴溫泉空間不大 彷彿一人包廂 也是全台唯一碳酸岩泉 又稱美人湯 塑星難度相對較低 行程來回只要一小時 全台三大人氣野溪溫泉 冬天泡湯暖身 拍張美照徹底融入大自然 記者 最後報導 很多人習慣每天一杯咖啡 迷戀著香醇的滋味 有網友突發奇想 店鍋裡加咖啡去滷蛋 結果意外的好吃 網友做法大公開 我們實際來做做看 一大勺集中咖啡粉 再加半勺糖 用400克的水沖泡 再把煮到半熟的蛋放進去蒸 但是別忘了這個動作 降溫一下 因為熱脹冷縮 會讓這個蛋更有彈性 電鍋外鍋加一碗水 泡在咖啡中的蛋 整碗下去蒸20分鐘 電鍋起鍋之後 再浸泡3到4個小時 會更入味 會有稍微的咖啡的味道 比較香一點 有那個味道在 其實還滿搭的 如果以一般家庭來說 其實一次做6顆咖啡蛋更省事 餐飲科老師示範 用60克的黑咖啡粉 加15公克的糖 熱水600CC沖開 然後用6顆蛋蒸40分鐘 就大功告成 而咖啡蛋要好吃的關鍵 在於咖啡的香氛 跟糖的梅納反應 咖啡它本身就是一個分性物質 所以它在泡的時候 香味自然會吸引我們 糖的話在我們烹調裡面 它會有一個梅納反應 它除了香氣之外 還有色澤會吸引我們 咖啡蛋作法大公開 引發網友熱烈的討論 有人說咖啡不只滷蛋好吃 拿來醃肉也很好吃 咖啡醃肉不但有咖啡的香氣 還能讓肉質更軟化 民眾在家不妨試試手藝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小橋流水水深潺潺 古色古香的優美景色 營造出鹿港傳統之美 但民眾拿起手機 怎麼拍 怎麼醜 原來後方有一座 綠黃白香間的公廁 煞風景 就是這個顏色跟它吐渣 就是沒有補點肥 復港的特色沒有出來 拍照怎麼閃也閃不掉 難道只能後製批圖嗎 這裡是彰化砸下上億元經費 打造而成的河岸公園 今年端午還有夜間燈光造景 成為當地新星IG打卡景點 美中不足的是遊客多 但縣府並未規劃公測 有民間團體主動針線 花了一百多萬蓋出來的 卻長這樣相當突兀 他們會再跟他們建築師 再做一個討論 再做考量 新增公測不是加分 便扣分 目前尚未啟用 縣府也將把意見 轉達設計師 再做修正 記得陳設委 臉文兵物彭馨 彰化報導